紅牛一級方程式賽車與飛機的對決 已經上演過多次 不過這次奧地利紅牛車隊在斯洛伐克的表現 可能是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場追逐賽 車輪飛速旋轉 在充滿中世紀建築風格的城市中縱橫馳程 奧地利紅牛車隊在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 進行了一場新的暴險 帶給大家震撼人心的體驗 這支車隊由13次獲得一級方程式大獎賽冠軍的車手 大衛·庫德哈德帶領 從擁有建築博物館之多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發 穿過歷史悠久的查理大橋 路過風景秀麗的摩拉維亞葡萄園 在眾人的驚嘆中 一路來到斯洛伐克的波普拉德機場 一場展現速度與技巧的奇觀就在這裡上演了 只見飛驰的一級方程式賽車身後 一架倒旋的紅牛飛機 Extra 300SR低空飛來 懸浮在賽車上空 相距只有幾米 相當驚險 駕駛飛機的高手是2018年紅牛飛行比賽的世界冠軍 極克飛行員馬丁·桑卡 賽車手庫特哈奇面前放了一張傾斜的小鏡子 讓他可以看到飛機 而飛行員桑卡則根本看不到賽車 桑卡需要向前看 以保持在飛行時與地面的距離 庫特哈奇表示 這場旅程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有了這個機會 展示FORMULA 1的車 在不同的國家 而在斯洛伐克和倫克國 在這場旅程中擺放了街道 地點